七天之后就是少城处着考 时间紧迫 从基础开始练已经来不及了 我教你一招 让你一招置敌 什么招 先把马布扎好 然后抬起左脚 接着用力向前使出右拳 你 这招得基本功扎实才能发挥作用 三公主武功进尸 少军怎么教他这一招 不行 我得去提醒一下 你干吗呢 你们要是不想被你们少军送回玄武城 好好待着 看那儿 再来 来 这回抬起右脚 用力向前使出左拳 继续 你故意的 你就想看我出丑是不是 明明是三公主你一次次投怀送抱 不灵 好 不弄了 现在是认真的 我教你怎么打败林七 怎么打败 福尔过来 我教你一招 到时候你的分数会比林七高一分 这个时候你们就算同时滚到台下 打成平手 到时候也是你 赢得五十亏手 我的天 这么鸡贼 这招怎么练 那你还不凑近一点 好 我教你 三位先生 今日叫你们来呢 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少商主主考之事 我 怎么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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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动不动就跪 快起来 起来啊 三公主啊 我等能力有限 平时帮您出乎主意还行 但是像少商主主考这么大的事 那我们想帮您赢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三公主 输我等不等 不是 我不想赢 我要输 输 坐 坐 坐 快点了 三公主 您真的想输的这少商主主考 真的呀 对于三公主来说 赢满 输还不简单吧 我就是怕我太优秀了 这万一要是赢了呢 我要是赢了武士 这文士跟策论 我要怎么才能输得文文当当的呀 所谓田济赛马 就是拿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去比 三公主只要做好自己 就肯定能输 我要祝陈千千登上少城主之位 敢问少君 扶植陈千千是何用意 陈千千头脑简单 不学无术 蛮不讲理 荒唐无度 目无法记 我身处月里府 如果陈千千当上少城主 我进水楼台 能更快把控花园命慢 比起二郡主 陈楚楚 陈千千成为花园的少城主 也更好控制 总之 少城主必须是陈千千 她既然不愿意努力 那咱们就给她一个结果吧 是 开考 我 能不能提前脚卷啊 不可 我不能提前脚她 真的肯定是给她的 我 订阅 新男吗 你考得怎么样 这多简单啊 画得可好了 画得可好了 少城主着考武士 考教者共一十五名 单局优胜者计一分 出世取高分者两名进中世 胜者为武士魁首 陈芊芊 李怡兰 二位请 同主你别怕呀 这么多言小语善战 战无恶圣 圣圈在握呀 握手言和行吗 刀剑无眼 人生无常 比武双方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二位请先签生死状 还签生死状 不是 有没有这么认真啊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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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阵退缩者 败 扰乱秩序者 败 调出擂台者 败 敲休战罗者 败 比试开始 败 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自己的人 再加上林七栋的手脚 三公主问了 三公主 躲开呀 三公主 败小语 我腿得不了 好 快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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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狼狈 陈芊芊 记一番 三公主 三公主好生法 我 我竟没有料到 城主 小人听说 是林七小姐 买通了三公主的对手 我没想到 林七还跟是个可靠的对手 林七这孩子 自小就争强好胜 得着个机会 就想让芊芊难堪 我这担心 若三公主进了中世 碰上这林七 那 不怕 又寒硕了 此人并非善 又钟情于芊芊 她不会看着她吃亏的 芊芊兴许 所以做烧鱼粒也收不准 最近三公主 可是深得民心啊 若这次着口 取得了佳绩 那 少庄主的位置 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种惊艳的演员 再和那一天 至少得三百啊